有初宝问了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 他说老花姨 龟贝族长气根了怎么办 你在就有点像我一个朋友 就我有一个朋友 他上初中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裤裆长毛了 他说你怎么长毛了 他就拔 他就一直拔 他就拔了 有一个学期他告诉我 他说兄弟你长了吗 我说我长 你拔了吗 我没拔呀 你跟我那个同学很像 他这个气根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你明白吗 他在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 你看看到没 他会长气根 而且我跟花友们说个什么事 就是你这个气根的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的 你让它能够接触到水分和养肺是最好的 因为这种叫气根 它可以在空气里面生长 也可以从空气里面获取一些水分 甚至一些养肺 你们可能见过那种绑柱子的 对它是可以绑到柱子上 如果说在原生的野生环境当中 它就是跟卧龙一样 它是要横着长 这个根它会长到地下去 明白了吗 它就一直匍匐前进 一直长一直长 听得懂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 能让它接触到水分或者是养肺 或者是你绑个绿罗柱 绑个这种柱子 就是用棕绳啊 或者是你绑一些苔藓 又或者你弄个什么东西 加工一下 给它立起来 让它能吸收到养肺 明白了吗 这是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你别给它剪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剪了 跟我那个初中同学一样 在那里耗毛 那咋行 还有一个是 就是我之前跟华文说过 我说这种老叶子 你可以剪掉 这个很老的很坏的 这种叶子可以剪掉 那个那天讲春雨的时候 也有话有说了 你剪了以后 它就不会长七根了 你比方说那老爷们的指甲吧 我们男人经常现在 就不喜欢留长指甲 对吧 我们剪掉 那个在时候有的女人说 你不要剪嘛 你剪了以后怎么做没假药 对对对对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你看你要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又吃肉又咸腥 你还又想要这个 你还又又又咸那个那个的 那咋行 那就不行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种老叶子 如果说状态实在不好的话 可以给它剪掉 这完全在于自个 对吧 叶子状态又不好 又不长新的 而且呢 你看它上面长了好多的新鲜 都很好看 那就让它长新的就好了 好了 一篇关于这个 柜柜主长 骑兵的这个事啊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的眼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眼花就在一 别耗毛啊 嘿嘿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